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段子 就是这个消息就说消失了 然后我就把这个传给王老师了 王老师马上就很有反应 就说的 其实这个话题是很可以聊一聊的 所以我就把这个意见提给您了 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现在咱们就坐在这儿要聊这件事 首先咱们咱们得证实一下 鲁迅从教科书里消失了 我绝对不信 是吗 没有完全消失 我后来也问了一下 是不是减少了 减少了 就原来的比如说有很多篇 中小学生都要读的 现在那个减少了 就实际情况是减少了 而不是完全消失 这个现在你看 说据了解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 鲁迅作品就被系统性的介绍 中小学生课本 其中滕野先生为了忘却的纪念 设系纪念刘和真君 等十多篇小说杂文 成了以后各时期各个版本的保留片幕 这个后来随着时事的这个改革变革浮沉 这个语文课本几次大修小补 可是鲁迅作品始终窥然不动 但是呢 好像是近些年逐渐在减少减少这个数量 而且呢有人说就是那种批判色彩很强的东西啊 减少了 带之而起的呢 可能是一些内容上比较温情的一些散文 什么三位书五百草原啊什么的 我这么想象啊 我并没有看到底留下的甚至天 这个什么呀 其实不是49年以后鲁迅才进入的语文课本 我这个是1945年 到1948年我上的初中 我在国民政府的时候 那个时候初中里头鲁迅的文明也不是很少 比如说滕野先生 这个我看过 秋叶我看过 就是这个野草里头的秋叶 我到现在还记得 什么我的院 门前那是院子有两棵树 一个是早说 还有一颗还是早说 这个我也特别喜欢好的故事 就这都是这个野草上的 杂文也有 不太多 但是那个就是散文诗特别多 那时候其实就有 那您小的时候算是解放前了 解放前就是国民政党 那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鲁迅是个什么位置呢 就是伟大作家 当然也是伟大作家 那当时国民党的这个 当然大作家 对 但是当时国民党这个官方是怎么 那我就不知道 我跟国民党官方没啥联系 但是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很重要的作家 没有人否认他是一个重要的作家 是重要的作家之一 之一 对 可能就是到解放以后 就是四十年以后 比如说忽视的 我这个那时候上的不叫语文 叫国文 对 在小学的时候叫国语 一进入中学叫国文 国文里头 那当然有鲁迅的文章 是吧 也有胡适的文章 也有冰心的文章 也有卢尹的文章 也有徐志摩的诗 是不是 也有孙中山的文章 也有蒋中正的文章 也有朱之信的文章 所以这些东西 我那时候是知道 那时候我觉得鲁迅的地位 也是很高的 但是他没有政治上的 就是后来毛泽东 是在新民主主义论里的吧 提到什么鲁迅 几个罪 是什么最正确 最坚决 最勇敢 最什么 是四个罪 是多少个罪 那个时候没到这个程度 就是他变成了 后来四九年以后 亲定的有点这个感觉 的大作家 最大的作家 除了毛马恩列斯之外 好像我印象里最大的作家 就是鲁迅了吧 冰心 您刚才比如说 您说您小时民国 那一串作家 好像就剩下还有冰心 比如这是小读者 但是别的 我感觉 巴金都有 巴金这些叫什么 这都有老舍 这都有 叫什么 还是他们叫什么 研究反正 许子东最知道 鲁国毛 巴老曹 鲁国毛 巴老曹 对 这些有 对 鲁打头 他还是最大 其他的像胡适 这些什么 包括徐志摩 什么这些 好像都没有 解放以后就没了 少了 对 但是您 但是您 我就是好奇 您对这个 就是说挺有反应的 感觉 我觉得您觉得这个变化 可以聊一聊 就是您的角度是什么呢 您的讲话 它消失了 我觉得咱们可以回顾一下 鲁迅在中国的这个命运 是不是 对 鲁迅的本来就是一个 很成功的一个小说家 这个在49年以后 我印象很深的 有一条 就是不管批谁 都可以从鲁迅那 找着一些参照物 胡适 徐志摩 后来消失 他都批过 他都批过 他很不行 胡适 最后最后了 批张真乔 鲁迅那也有根据 也批过 虽然他没 对 我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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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小的 批过姚文元 他爹什么的 对 姚蓬子 姚蓬子 批丁玲 你批谁都能从鲁迅那找的根据 是不是鲁迅这人 当时他没一个人 他没骂过的 反正我觉得他骂的够多的 当然其实你想想吧 骂的都是其他的文人和 批国民性 就是小老百姓 就是阿Q这类的 他骂过真的 就是大官吗 国民政府大官 我想不起来 而且我回头想啊 我有一个印象很深的 在十 大约十年前 我看到过一篇文章 就是讲的是叫 北洋时期的鲁迅 就讲了鲁迅这个人呢 那是他的前妻 他在 辛亥革命的第二年 就是蔡元培叫他去 请他去当教育部 他就去了 蔡元培没几个月 就叫总长就走了 结果鲁迅在那个位置上 坐了十几年 一直到北洋政府倒台的 前一年 到二十六年 他才到了厦门 这期间 他的文章 其实没有那么 除了一个用 就是鲁迅笔名发表的 这个狂人日记 那很激烈 但是教育部没人知道 周树仁就是鲁迅 只有新青年的那些编辑知道 其实他是很低调 很做人 很很事故 很有诚服的这么一个人 我觉得他也可以说 就是说 他那个批判家的风采 真的是在后半期 是特别明显 前半期 可他政府公务员嘛 我们后来看到的 这个完全是 就是硬骨头批判 什么高官权势批判家的鲁迅 其实是一个 非常简化的一个版本 他实际上是一个 因为他有个那个小 什么从小康 什么堕入 就是因为实际上 因为他祖父行贿了 贿赂好官 他们家一下的衰落了 看了事态炎凉之后 他心里很 我觉得很郁闷 而且很知道 这个金钱的重要 就是他要有一个 像样的生活 所以他并不是那种 没有算计的批判 鲁迅代表激进主义吗 文化激进主义 他这个是不是代表激进主义 我也回答不上来 但是他批判的呀 比较深 也比较尖锐 我这个 小时候啊 其实我很爱读鲁迅 我就觉得他感情那么深 霉的那么深 藏的那么深 而且让你感觉到 现在说稍微酸一点了 就他有一种灵魂的痛苦 是是是 你觉得他是 他是从内心里的 他苦 所以我看别人呢 我就 就没有这种感受 尽管他非常热情 譬如说看巴金 他像火一样不停的 在那 在那 简直就跟烧啊 在那玩命一样的 在那写作 用生命在那呼喊 但是他没有那么深 你看谢明信的 当然更不可能有这种感觉 这个是 还有呢 就是 现在 就是那个 所谓知青那一代作家里头 有几个呀 现在仍然非常的尊崇鲁迅 他们谈鲁迅的时候 都不谈名字 就谈先生 对 孙中老 这低 是是是 就是民国会都不提的 对 比如说张成志 比如说李锐 山西那小李锐 他们都是说 先生怎么样怎么样 而且你觉得还是一个高大的 就像一个雕像一样的 在那干嘛 但是 这个 我也 这是私下里头了 也听到那些议论呢 就说 从鲁迅开始吧 使得咱们这个文风上啊 有时候就是 就那个 就是 斗争性推强一点 怎么话 怎么恶 怎么说 对 怎么戏 怎么读 怎么说 对 就是有这一面 因为你看中国古人的文章啊 你没怎么看见过这个 对 即使就是与山剧园绝交书吧 对 或者是干嘛的书吧 他 他 他还要有一种风雅 或者什么等等 我觉得会是不是有一个 一个是鲁迅自己的身世 就是那么不幸 他从那家里 就从小就看着他爸就生病 他就倒霉 他爷爷就关在监狱里 然后他自己婚姻 就跟朱安 又是这么一个 完全没有爱情的 这么一个婚姻 然后他又是孝子 又得就是说 留着这个 妈妈给他的礼物 所谓的 所以他特别不幸 再一个呢 就是说他这种不幸的表达的风格呢 又特别的绍兴 我就觉得男方式的 就那种老下眉宇啊 什么吃那种没牵扯的 那种地方 说都是很弯曲 他又是一个细致的人 对吧 他的表达方式 就是说 一个是您说的 那个两条 我都很同意 一个是他批判 他可能很深 再一个是感情特别浓 就是特别重 浓郁 浓郁 浓郁到了一种 您说的这种 就是说完全之后 你不能 不是讲理 它是一个感情的问题 而且这感情 到了一种激烈的 我完全觉得他是代表这种激进的文风 他都不是说 他也不是 他反专制 但是他也不是民主 比如说 他 他是 甚至激烈到 他是无政府主义 其实他早期是佩服无政府主义的 他的思想的根源 佩服你采什么 这种超人的批判的都是小人物 我是这么说 但是咱们说回来 就是说他这个风格 我觉得是 有一种特别的南方味 就这种很那个 又有点 那个尖酸刻薄吧 是又有点那种 就是又很有文化 你知道 所以他那个 你要解析他吧 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不能说 他就给 就说他 全部批判的都对 或者都错 他不这么简单 他就给他